今天星期四晚上 然后呢 Color Radio的其中一个节目 算是草值多地 然后我是Mervyn 然后我是Simon 我是Christine 今天 然后我们主要算是草值多地的 主要的宗值是什么 我们主要的宗值是分享一些 关于account啊 Visus的那些基本常识这样的样子 然后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话呢 也就可以PM PM他们啦 他们会答我 我不会的 今天也是有一个 有个听众坐在旁边 旁听一下 可能以后他也可以顺便分享 也好 我也希望大家进来分享 OK好 开始这一集的话题啦 这样我们这一集我们要讲什么呢 这集我们 这集是我们是要讲 Companies Director OK 你懂什么是Director吗 我懂啦 就是董事咯 懂事 抖音 刚才他跟我讲 抖音 抖音 那一个是movie嘛 我们讲的company台就是公司董事咯 简单一点 那个是什么 影片导演 其实也是一样的 其实也是一样的 在一部戏里面那个导演就是要去direct整个movie the floor 全部东西 在公司上也是都一样的啦 公司的director也是去direct company的directions sorry啦 我英文差 你英文比我好 我也是英文很差的 OK好 这一讲的 这样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公司的director呢 你说的director是哪一种director 是company的director 就是讲 好像讲现在我们注册一间公司 要有两个 就是上一集讲的 我们这些公司要最少两个director在公司里面嘛 这样有谁有符合资格可以成为这个公司的director呢 OK据我手上的资料啊 只要你是一个人 OK Must be a natural person 就是只要你是一个人 OK 你至少18岁以上 OK Must be someone who has been disqualified from being a director 就是只要你是没有被disqualified的 OK 然后 any person over age of 70 cannot be appointed as a director OK OK这个只是for public public company I mean subsidiaries 就是那些berhard的公司啦 对了对了 OK so 在他还没有成为director之前呢 他是必须要做一个statutory declaration 啊 under form48a 啊是的 然后他还要 就是指什么了 就是刚刚那个是指什么了 就是declare你们讲 OK你没有什么犯罪啊 啊或者是讲你你没有做过什么啊事情 然后令你disqualified成了一个director这样的样子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是一个罪犯的话 他不能够做一个公司的director 啊对 是你犯法的人是直接disqualified了的你的director资格就这样简单的 那有分什么类型的呢有分形式的吗有形式或者是说一些是可能政治的呢 嗯基本上是你们所谓的他所谓的犯法是指呃有没有说是有一种形式的偷窃啊或者是说犯罪就是杀人的如果是说一种政治犯呢 嗯基本上是主要是讲是犯了商业罪行啦 就是商业的罪行啦 好像其他的那些就 因为同时坐过牢的我们都会避免appoint他们参与director因为害怕怎样讲到最后会会有很多麻烦呢 嗯就讲你基本上是犯过罪的一般上不管你是什么罪行你坐过监牢的出来 基本上你是很难成为一个公司的director啦尤其是商业罪行你被判罪成了之后 明白明白如果好像讲你要成为一个公司director你要需要经过很多很特别的步骤然后去申请啦就是讲你之前的罪行然后你已经 服行了之后什么什么这样子所以但是基本上一般上是不行啦除非一些特别的例子啦 嗯嗯嗯OKOK好然后这样一个一间公司的director会怎样 我们讲好像讲像我不要做了我们讲你可以resign一间resign出来呢 可能我们还没有去这个remover of director或是resignation of director之前喔 可能我们先要让大家了解director的责任 嗯对啦这个很重要所以有些人就觉得喔我只要是一个公司director就我可以从公司里面随便拿钱 嗯这个当然是不稀 如果是自己本身的话就可能可以随便拿钱了如果是partnership的话是比较难是不是这样一般理解 嗯基本上也不能这样 director他其实是一个呃agent 嗯我ok我们简单的话来讲他其实是agent of shareholders因为一间公司他会有 呃shareholders shareholder就是 就是公司的拥有人啦对公司的拥有者OK 可能公司拥有者有好几个 嗯OK可是这几个公司拥有者呢他们可能 不会啊 管 行政上的东西不会去 呃不会管operation的东西所以他们就必须 appoint另外一个人叫director 嗯ok去帮他们去管理去operate这间公司 嗯这个director其实他可以是 公司拥有者之一 嗯或者是他可以是从外面请回来的 嗯所以我们这里讲的company director呢他其实是需要附上 呃呃 就是有一个statutory 啊对他是一个statutory requirement under company's act 嗯就大概是这样子 这个可以有很多个的嘛 一个有很多个但是最少是要两个 所以不能少过两个如果是一个director的话 你要在 ex里面你要短期之内你要再 appoint到第二个 嗯哼所以讲一间公司最少要有两个director 拥有人也是最少有两个 最后的也是要超过两个 你这个都是在于sendium bahad那边 对吗啊对全部都在于sendium bahad 在enterprise那边是属于 enterprise是没有的 enterprise呢就是自己 我就是owner 就是我就是去operate那个公司的人 对 嗯所以就是 我就是app 我就是没 我就是everything 所以这个director是针对在sendium bahad的 sendium bahad以上 sendium bahad或者是listed company 都有directors OK 如果有好几个directors的话呢 他们就会form成一个board of directors 就是有一个board 然后就会有个头啦 这个头就是chairman 所以是我们看戏的时候讲 哇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 就是这种董事长 英文翻译去华语我不懂 就是讲 commonate director 翻译去华语就讲 就是公司董事 就讲大家的公司董事会议 就是刚才讲的 就是一间公司有很多个董事 然后他们form一个board of director 出来 然后那个的 有一个我们讲的chairman来讲 就是一个 主公director 就董事长啊一个 那个就company的director chairman这样的样子 这也是for大间的公司 通常小间公司就没有了 一般上 通常小间公司就是两个director 基本上这两个director 也是公司的shareholder 这样的样子 那有没有说是个MD呢 MD是不是很大的 啊这里是来到重点的 OK director 你们有时候可能会听到说 managing director OK 或者是所谓的company director 或者是什么marketing director 这些所谓的director 你就是要看他有没有在公司上registered as statutory director 就是说在 等下你就要填那个form 48a OK这个才可以成为就是公司 公司company director company director under statutory的 如果你要像讲你的那个managing director 他可以是statutory director 他也可以不是statutory director 嗯 嗯 就是这样啦 天哪个会有什么 天哪个没有天哪有什么分别 有他的responsive会有分别 就是如果你是company director的话呢 他必须要ensure 他每一个statutory documents are lodged with the registrar 就是说好像平常我们会听到说 我们必须prepare accounts 对吗 每一个年总结 年尾总结 所谓的annual returns ok如果你要更改任何公司上的东西 ok这些company directors呢 他都有责任 必须要去 去履行他的任务 就是说他 他就是那个人可以去 签那个account 去approve那个account 那个人 然后当他要做任何的annual returns的时候 他也是那个authority person who actually can do the filing everything or notice of changes 就是简单来讲 就是讲 我们平常你会看到有 我们讲director resolution 就是全部之前就是 通过director resolution 来做这些事情 就是director一定要有签名 这些东西是什么这样的样子 好像有时候 这里我还highlight一点 课外题课外题 就是很多人就觉得说 我的公司有被auditor audit的account 所以有什么问题都是 auditor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其实并不是 大家要知道 公司的account是属于公司 然后director is the one who actually approve to sign on the accounts ok they actually need to 不好意思 讲太多英文了 他们其实是 他们其实是 对对对 they actually they actually need to keep that accounts ok in the true and fair views make sure the accounts is actually prepared under true and fair views 就是说 他是as a director 他有那个责任呢 去就去check 说我的account 也没有问题 我的account也没有fraud 这些全部是under director responsibility 不是auditor的responsibility 也不是所谓的accountants的responsibility 那他们会有这样的误会是因为之前有人尝试把这个责任推去auditor那边 其实 就是讲他们会觉得 account 是auditor accountant的 东西 他们做的 他们就做 他们的责任 其实并不是 这是director 其实严格来讲 就是讲 你是公司的director 对没有 我就 聘请这些的专业人士 帮你做这些事情 然后 auditor的话 我们有分两种auditor 一个就是internal 一个external 一般上 我们 小店公司都没有internal auditor 他们通常会 我们一定要appoint 一个external auditor 来做一个年度计查报告 就是我们年度计查报告 你的annual report 就是每一年要乘上去给SSM那个东西 这个是 其实是dike的去聘请我们 去 做这些东西 所以是dike的责任 需要去完成这个东西 所以是讲 所以讲有时候他们 practice的时候 我们practice的时候 我们会将这责任推在这些的专业人士的身上 其实并不然他们只是协助你去完成这个 没有在你们auditor里面的话就是问一个问题 会不会有人就是说 有谁叫做亥君子吗 就是auditor跟那间公司合作 这样然后做一些 其实这个合作的话我们就讲 犯法了 那个就是 因为 auditor external auditor 是第3者 他跟你公司是原本除了 他只是来 查你的公司 然后成这样一个报告 就想 你的公司是 真做的账目是正确的公平的 这样的样子 然后如果 有时候他们就 撞在一起其实这是犯罪的行为 然后就会被控上法庭 还罚款 做到这些东西 那个是犯罪的不好的东西 明白明白 所以大家不要误会 account 不是属于auditor 也不是属于account 是属于公司 是director 必须 履行他的责任 他必须要去 确认他的account 其实是 正确 而且是公平的 所以如果不会 就他们不会做 我们就去找一些专业人士 就是account auditor 他们来帮忙 你 做这些东西 所以是 责任方面 是你去签名 Approve 这一份account 所以你是有责任 附上公司 任何公司 发生的事情 还有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 如果有任何 没 就是 被发现有任何 没有履行 as a director 的责任呢 其实 很有可能 会被罚款 还有 被监禁 基督上 是肯定会被罚款 然后监禁 就很少 是 是情况而定 因为 有些时候真的是 是情况而定 看那个事情的严重性 就是刚才 Mervyn讲的 两个公司 跟外面的auditor packard起来 然后去做一些假的东西出来 那个 就会有 会 可能会坐牢 不舒服 就会被控制作牢 如果 他们国家 SSM来查你的 发现了这些 Document是假的 他们就会被控制 罚庭 然后 分分钟 罪称就会坐牢 罚款 是情况而定 是情况而定 就是这个就是 已经在 X里面有讲清楚了 就是如果你没有履行 你就会被 punish 就是讲 好像讲 你的end return 你每一年 要在 你带来之前 sabit 就是你的 如果没有 sabit好像罚款 罚款多少钱 第一次罚款多少钱 其实是每一个director 4000块 每一个director 4000块 公司 3000 所以你算起来 就11000 如果有三个director 就是那边 432000 12000 12000 然后再加公司 公司另外3000 就15000 这样子 这是 State Act里面的 基本的罚款 几时啊 几时要交 几时要交就是你的公司的year end 6个月 第6个月你就要 year end 只是financial financial year end financial year end 因为Sentiamber 他就不会跟carlender的 就不会跟carlender的year来 prepare你的 不像individual individual的那个 就是 你要承报的东西就是 把 by那个carlender year的 他们其实是跟financial year的 所谓的carlender year 就是 乐利的 日期就是讲 1月到12月啦 好我们下一节就做 呃 就是刚才讲回那个remover of director 上吗 好我们谢谢 谢谢 谢谢